切开双尾鞋的神秘面纱 三发 四发 双发 在我身后就是整个 三发 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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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年十一月份 在广东珠海举办的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上 一批国产无人机的集中量将 让广大军迷大乎过瘾 尤其是在航展飞行表演中 一款大型无人机的压轴亮将 更是吸引了无数军迷的目光 不少军迷首先被这款 名为双尾鞋的无人机 充满科技感的外形所吸引 而参加珠海航展的军事专家 则普遍看好双尾鞋 在反恐 远程巡航 应急通讯 抢险救灾等领域的 应用前景 为了揭开双尾鞋无人机的神秘面纱 2022年的珠海航展上 腾顿科创的双尾鞋无人机 让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川 来到了腾顿科创的总装车间 等一下会有一位重量级的神秘嘉宾 带我们全面地了解腾顿科创的产品 我们去看一下 四川腾顿科创 是国内一家年轻的民营飞行器研发制造企业 主要从事大型无人机的研发 制造 试验 试飞 运营等业务 双尾鞋无人机系列 就是这家公司的王牌机型 三发 四发 双发 在我身后就是整个双尾鞋全家福 这家2016年才成立的企业 2017年就完成了第一款 双发大型无人机的首飞 随后短短几年的时间 双尾鞋系列 由原来单一的双发型号 发展到三发 四发等多种型号 整个双尾鞋家族快速发展壮大 在总装车间里 君迷白孟臣 见到了双尾鞋系列无人机的试飞顾问 也就是本期节目的神秘嘉宾 李老师 白老师您好 航展上见到咱们和咱们的飞机 今天又到您这来打扰您 是啊 这个再次见到您很高兴 李中华 八一军战获得者 英雄试飞员 对于广大军迷来说 他的名字早已是如雷贯耳 从军34年 安全飞行3150小时 李中华驾驶和试飞26种机型 创造了国内试飞史上 十多个极限课目第一 遭遇过的空中险情达数十次 为坚实飞出了六项国内记录 真正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试飞员 退休后 李中华仍然致力于航空事业的发展 作为高级顾问 李中华深度参与了 双尾蝎无人机系列的试飞工作 我们身后这架飞机就是双尾蝎飞机 它首先达到了一个航程7000公里 7000公里 眼前这款双发无人机 就是双尾蝎家族的第一个成员 超长的流空时间和超远的航程 是它最突出的优点 那么7000公里的航程 对于一架无人机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今天专门带了一份中国的地图 您大概给我讲一下 7000公里能够覆盖到 多大的一个范围了 假如说我们7000公里 要让它飞个全过程 我们可以就直接从成都这里 飞到我们云南这里来 飞到云南 沿着边境可以这样自主飞过去 飞过西藏 飞过新疆可以到内蒙进行着陆 这是这么一个概念 假如说我们可以 这是一种沿着边境飞 那么如果说我们直线飞行 我们从成都可以飞到 我们最北端的 墨河 墨河飞过去再回来落地 我们飞到新疆的阿尔泰山 这边去再回来落地 飞到三亚去再回来都不成问题 那您作为飞行员来讲 最远有没有飞过7000公里 我没有飞过这么远 那个仅仅有飞到过 接近5000公里在运输机上 7000公里的航程 意味着双尾歇 从我国境内任何一个机场起飞 不必中途降落加油 就可以到达全国任何一个角落 这对无人机执行任务时的 灵活性 持续力 特别是为执行多样化任务 提供了可能 如此惊人的续航能力 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每次看咱们这个飞机飞行的时候 我都感觉二战之后 很少有这种双尾撑结构的飞机 咱们就像欧威士野马 像这个更早的P61这些 我就觉得 这个感觉特别好 而且咱们这个名字 我觉得真是起得特别的优质 我只相信这双尾撑 大家一看就能想到这个双尾撑结构 本身这个名字呢源自水壶传 那么这个本身呢 这个双尾撑呢 这里这个人物就是蟹宝嘛 所以说呢 用它来比喻这样的一个双尾撑 这个双尾撑呢就比较形象 另外从设计上考虑呢 这个双尾撑的一个设计呢 有很多独到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能够看到 整个这两个尾撑 全部都是碳纤维的 一个复合材料做的 非金属的 所以说它就是整体上 从这个方面考虑 就大大的减轻了 这个飞机整体 它的RCS的这样的降低了这个值 使得隐身性能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像这个发动机 那么选用的呢 是一个活塞式的发动机 这活塞式发动机 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经济性特别好 烧油的吗 现在是烧油的 现在主要是解决 它的一个可靠性 和它的经济性 也就是说它的可靠性非常高 活塞发动机广泛使用 有了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 它的运行经历 那么非常的安全 原来双尾鞋在设计之初 就考虑到尽最大可能 提高飞机的飞行距离 根据李中华介绍 采用两个活塞式发动机 不仅燃油经济性上更好 在成本上也低于 与其他类型的单个发动机 并且在安全方面也更加有保障 就是有一个发动机 可以的 那就有余余 它的容量会非常的高 另外呢 就是在我们执行一些任务过程中 可能会面临不同的 这样的一些任务场景 气象条件 特别是面临着一些地面的威胁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多一台发动机就多一份保障 另外的话呢 这个多台发动机 可以使得它的飞行性能 可以有一定的拓展 大航程大载荷 高安全性的双发双尾鞋 首次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 便是在一场争分夺秒的 应急抢检任务中 2020年12月31日 四川西昌某地发生森林大火 腾顿科创接到任务后 迅速部署 派这款双发无人机 勘测火场 在火星巡查中 这款无人机 沿着飞称为死亡航线的 驼峰航线川西段 向云南方向连续穿云飞行 当时空中的风速能到多少 最大到了57米 每秒57米 那就是相当于每个时速 差不多200公里左右 是的 这个速度就比很多的 我觉得比很多的通航飞机 还要快 虽然途经川西和云贵高原地区 复杂内陆高山气流带 持续风力近16级 并伴随降雨天气 为火场侦查 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这款双发双尾鞋 还是按预设航线 连续飞行近5个小时 圆满完成任务 通过这次紧急任务 也充分验证了应急条件下 双尾鞋无人机的快速反应 和在复杂气象条件下 碎形任务的实战能力 多发动机是双尾鞋无人机家族的一大特点 这款三发动机的双尾鞋无人机 就是在珠海航展上进行挂弹飞行表演 引起广大军迷关注的军用双尾鞋 它的正式名称是双尾鞋A 属于双发双尾鞋无人机的动力增强型产品 不过真正让军迷白孟臣感到兴奋的 还是它的军事属性 拍摄当天 厂方正在对这款三发无人机 进行载弹调试 经过允许 白孟臣也加入到地面机物维修组 过了一把银 这个弹这么一个航空制导炸弹 挂在中间这个 动力得到加强的双尾鞋A无人机 左右两侧各分部有三个挂架 每个挂架又可以根据需求 安装复合挂点增加挂弹量 可以挂在不同型号的导弹 航空炸弹 子母弹 灭火弹等等 实际上就是这两个挂点上 对 这是50公斤级的炸弹 所以我也能扳得比较可以 来 往前 往前走 好好好 这是一种通用挂架 所以说这个挂点那是很标准的 弹来了之后呢 往上一拖举 立刻就是 现在形象就是不同的导引头 对 导引头不一样 另外重量不一样 从这个您作为试飞员 那么有人驾驶的各种各样战机 应该也都有这个相关的体验 从作战角度来讲 那有人机在投弹的时候 它的风险性 尤其是对驾驶员的风险 肯定是要远高于无人机 对 对 这个因为无人机这里头呢 就是很多 特别是对开始创造这样的一些 攻击条件 投弹条件 那么都靠它系统本身来自主完成了 那么飞行员又要做什么呢 飞行员又就是更多的 我把重点关注在我的目标 和我的这个武器上 那就是你做你核心的事情 那么把一些非核心的事情 就交给系统来做 除了常规空对地武器以外 白孟臣发现 这下双维Ca 还挂在着一样独特的弹药 我看下面挂的这个是不是就是 咱们在航展上展示那个 当时好像叫子机 这个悬挂状态 这个机翼是折叠收在 整个子机下边的 那么展开之后 投放之后把机翼展开 然后发动机点火 这个发动机是一个电动的 螺旋桨发动机 所以说它整个的推动过程 就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 它等于悬挂 它是下单翼还是上单翼 现在是下单翼 下单翼 那么说它这个呢 就等于是一个投放 展开和发动机启动的过程 启动机以后呢 它就可以自己飞行了 那么这个飞行以后呢 就是根据自己 你的任务的一个需求不一样 那么可以呢 给它赋予不同的 这样的一些使命 这个使命包括 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 侦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那么它这个飞行呢 本身带一个 自己的一个降落伞 强大灵活的挂赛能力 可挂赛子机的新型战斗模式 这足以让老白 这个资深军迷热血沸腾 不过惊喜远不止于此 全球首款四发无人机 2022年10月首飞成功 双尾鞋家族的最新型号 双尾鞋D 要是这个就是咱们当时 航展上那架四发的腾盾 对 这个呢也是全球首款 四发的无人机 好像确实是 我觉得在整个的国际市场上 也很少有见到 双发三发甚至四发的 这么一款这个无人机的产品 对 这个无人机呢 它作为一个就是初始设计 是考虑的运输功能 那么它这个运输功能 就要考虑什么呢 我的经济性 我的装载能力 我的航程 我的时间等等这些 那么这里要考虑一个客户的需求 就是经济性和安全性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选了四发之后 就使得它的动力更强劲 拉载的这样的一个货物呢 可以更加的充沛 还有呢就是说 应对这样的一些异常情况的能力 也会比较强 比较突出 对 是 那咱四发的话 大概能带多少的载荷 这个呢就是本身 它的载荷能力达到1.5吨 就是它 你是小型的 对 你会选择 那这个小型的 你会试图 不是 你 Station 人 对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白孟臣看来 大空间大载荷的无人运输机 无论是在军用领域还是商用领域 都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 三款不同型号的双尾街无人机 给白孟臣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这是不是就是您说 涉及到自检相关的控制中的 这个就是飞机的一个辅助检测设备 这个真的一看就是一个小皮箱 拿着就走了 就直接一操作 打开 那么通过这么接口 把这线线连上 把它连上 连上之后 所有的飞机的电气这部分 包括这个卫星啊 这些相关的检测全部都能完成 对 检测发片都在这里出现了 那么这个一条条过完了之后 这个飞机的电气系统就全部OK了 那这也在环境下呢太方便了 是的 而且完成了之后 线来一搬 拎着就走 得到厂家的许可 机务老白开始上岗培训 准备参加无人机试飞 好 你看 往后退是吧 行 过来 过来 对 行 然后我们这个是要挂在那个 挂在后面车挂钩上是吧 行 对吧 对吧 白孟臣首先要做的事情 是要将这个一盏20米长的 三发无人机挂在牵引车上 再由牵引车送到跑道上去 好了 这个试飞前的准备呢 就基本上做完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滑行到跑道上 然后开始进行从滑行到试飞的 这样整个一趟流程 那么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啊 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这是一个那个反攻背心 哦 是 一般我们上跑道之前都安全 哦 要先穿上 哦 这怎么弄啊 安全倒下 那我先给您穿上 哇 这都感觉下 这是感觉是要跳伞的路的 这是 好 这就是保障安全哈 对 为了保障咱安全 好 可能我们的观众还是 就滑行这个经历很多是做民航是有的 但是说无人驾驶的他来滑行 这可能大家都没有 我也当然没有 所以我现在想提想看看这个 他怎么这样自己滑行到跑道上 然后最后能起飞这个过程 因为现在咱这个是离跑道很近嘛 所以说是用车来牵引 车来牵引 如果说距离跑道很长 或者我们连路道很长的话 就是可以选择自主食入 食入到跑道上这种模式 咱们这个一会儿就直接起飞吗 还是就直接试飞 还是要先再经过这个跑道上面 一些相关的检测 我们一般是起飞之前 先做一次这个滑行测试 验证一下飞机的各个系统 看是否工作正常 飞机的整个滑行的动态 加速动态是否正常 最后然后再 就都一切都顺利 然后再去进行最后的飞行 对对对 就这个过程也还是由飞机来自主完成 对这个过程也是通过我们地面站 只发一个起飞指令 就其实就等于跟起飞 基本上是一样 对 和基本上是和起飞是那个一样的 就不需要那个人来操作 我看咱们这个试验团队就确实整体来讲都很年轻啊 对对对我们试验团队 包括我们的这个研发人员 到我们的这个机务小伙子们 大家都很年轻 基本上都是90后 甚至还有00后 那这个确实是年 咱们公司应该也是2016年2017年 对我们公司都是2016年然后成立 就是公司也很年轻 团队也很年轻 然后做的这个行业 也是这个朝气蓬勃的行业啊 对包括我说整个这个飞机 看起来也是就是这个很高大上 所以我觉得能够从事这个工作 还应该是还是很有这个动力的 对 地面检查已就绪 双尾街随时待命 就在起飞前 军迷白孟臣被李中华 邀请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李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指控站 对这个就是我们无人机地面控制的 这个中心 也叫我们的地面的控制站 眼前这可不算宽敞的小方舱 就是双尾街无人机的地面控制站 在不少国外电影里 也有类似的地面控制站 优点是方便运输 据李中华介绍 这样一个地面控制站 可以同时控制两架无人机 执行不同的任务 接下来 白孟臣就要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体验一次任务规划员的工作 李中华将亲自为他设置一个任务情况 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样的艰巨任务呢 两腰也准备好 随着指挥员李中华的飞行指令下达 车架三发双尾街离地腾空而行 军迷白孟臣的挑战也开始了 好 现在呢 我就准备上车了 我们要驾车进入到公路的车流中 看看白老师啊 在空中用无人机能不能真正地捕捉到我们 侦查 追踪 监视动态目标 无人机的高频使用场景之一 那么第一次尝试 无人机侦查任务的白孟臣能成功吗 小赵 我们先在这里等一下 等一下车流最多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融进去 就只是跟我说有个白车 等会儿 上面这辆 是不是停在这儿 中华老师 中华老师 你现在是在一辆白色的皮卡上面吗 旁边那是不是个加油站 是的 我现在就是在一辆白色的皮卡车上 不要让我看一看啊 是一个加油站 您那车是不是动了 您那车是不是动了 对 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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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就在您的车的上方 我们找到您了 追住 追住 好 锁定目标了 白老师 找到我们了 好的 好的 看看跟一段 能不能跟上我们 能不能丢掉目标啊 白老师 我们这会儿是想甩掉你 我们加速了啊 怎么样 目标跟中稳定吗 很稳定 很稳定 现在我们在您的车的 大概右侧后方看得很清楚 您的车速可以稍微加快一点 看来我没有办法摆脱了 如果把一架无人机比作凶猛的阴损 那光电吊舱就是这只阴损的眼睛 光电吊舱是无人机上最重要的侦察设备 一旦光电吊舱锁定目标 就会启动自动跟踪模式 不论移动到哪里 都很难逃过这双眼睛 并且双尾线的飞行高度较高 地面人员肉眼也很难发现 再加上自身隐身材质的涂装 十分具有隐蔽性 不难想象 这样一架充满科技含量的无人机 在未来战场上 绝对是一架出色的侦察机 飞机现在已经飞越您了 现在我们用红外模式 看您的车看得也很清楚 这个确实是挑战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一些 OK OK 我觉得这是成功的 你好厉害呀 是飞机厉害 是飞机厉害 这一次白孟臣走进双尾线 无人机的大本营 走进总装车间 攀访各行双尾线 挑战无人机任务规划 探访之旅圆满成功 我们相信 随着科技的进步 国家政策的支持 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民营企业 加入到无人机生产研发的行列里 推动整个产业发展 未来中国无人机 比较更加智能 更加强大 来历不凡的经典红旗 这个是我们仓库的镇库之宝 真的是高档轿车 而且是纯手工打造的高档轿车 你想想 无价之宝 引导方针的独特猛士 车动 人不动 也需要硬工夫 精心改装的特殊战车 在阅兵市上为老英雄们 量身定做的车辆什么样呢 难得一见的各型军车 为何集聚这个特种车库 珍贵车辆的背后 拥有怎样的传奇故事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 特种车库大揭秘